2019年 一部古裝懸疑劇網劇鳳空出世 一劇佔據了收視冠軍的寶座 豆瓣評分7.9分 至今都被不少觀眾津津樂道 這部古裝懸疑網劇就是《大宋少年志》 劇中六位主角各有特點 其中飾演王寬的王佑碩贏得了很多人的喜愛 無論是形體 台詞還是表演都可圈可點 如今 她手握五部代播古裝劇來襲 看看哪一部最具爆款潛質吧 親愛的天狐大人 該劇講述的是一人一虎之間 一段糾纏了千年的愛戀故事 在百年之前 人族和狐族因為某些恩怨 因此不相往來 然而 作為修者世家的人族小姐齊元寶 卻對狐族有著濃厚的興趣 正值一年一度的烈狐盛會 齊元寶離家出走 一心想著去見識一下傳聞中的烈狐盛會 就在此時 北冥湖界長月大人正準備晉升天狐身份 然而 他的玉履心魄因一落人間 導致飛升失敗 為了能夠順利飛升上仙 長月大人決定下凡去找尋 然而 就在長月大人取得心魄果之時 這枚心魄果卻意外飛入了齊元寶的體內 兩人因這一縷心魄 結下了溯源 意外解開了一段糾纏了千年的愛戀與誓言 例如《知事欲術》 笑如朗月入懷的胡仙長月大人 由王佑碩出演 王佑碩2013年正式進入演藝圈 因出演大宋少年至中高冷的愛國少年公子王寬一覺 從而被更多觀眾熟知 外表陽光帥氣 談吐儒雅的她 在很多觀眾心中 就是溫潤如玉的翩翩公子 這是一部古裝奇幻題材的作品 講的是修者世家的小姐齊元寶 因一顆心魄果與胡仙長月結下了溯源 自此揭開了一段糾纏千年的虐戀愛情故事 王佑碩飾演胡仙長月 冷靜自池 先鋒盜鼓 吕小雨飾演齊元寶 呆萌純淨 心地善良 金玉戲仙哲戲後單純可愛的凡人小姑娘 一人一胡上演浪漫情緣 將軍莊安 在劇中 王佑碩飾演的是高冷正直 不愛撒謊 一心報效國家的熱血少年公子王寬 俊朗不凡 見眉星目 俘获了無數觀眾的心 在這部新劇中 王佑碩的古裝造型簡直比當年還要驚艷 尤其是一身長矛白衣的造型 文文儒雅 氣質脱俗 這樣的造型簡直太符合觀眾心目中美男子的形象了 不由地讓觀眾更加期待這部新劇的播出了 這是一部古裝全謀愛情題材的作品 講的是一段男強女強 使君力敵的愛情故事 該劇由王佑碩 趙昭儀 兩位新生代演員領銜主演 顏值出眾 引人期待 王佑碩此次在這部新劇中的造型相當給力 無論是戰袍還是白色長袍造型 都讓人眼前一亮 儼然一副世家公子的既視感 期待他的新角色 相思古裡盡相思 王佑碩因為出演《大宋少年》中王寬一絕被人熟知 他飾演的王寬記憶力超群 過目不忘 被稱之為麒麟子的儒雅少年 人設看似呆板 但沒想到王佑碩的詮釋下不僅富有靈氣 更是有著獨特的趣味 因此圈粉無數 而如今《宋一人》 王佑碩都有著多部作品 還未播出 就迎來了二人合作的劇集即將播出的消息 那就是由導演李小江 指導的古裝甜寵清喜劇《相思古裡盡相思》 《相思古裡盡相思》主要講述的是對《古靈精怪》的將軍之女賀九玲 一見鍾情的占星天才榮玉 在被心上人小師捉弄意外變成傻瓜以後 依舊痴追妻 最終二人信心相應 深情不悔的愛情故事 在這部《相思古裡盡相思》中 王佑碩在劇中飾演家鄰國占星館 少館主榮玉 是一位滋容絕美 生如朱玉 性格極其溫柔 無論說話形式都讓人感覺如沐春風 心懷慈悲的貴公子 卻對張揚明亮的賀九玲一見鍾情 並且因其無心之師從天才變志同 成為黏在女主身後的小尾巴 這是一部古裝愛情題材的作品 講的是占星館少館主意外洩候將軍服的大小姐 兩個人衝破身份 階級的束縛 相識 相戀相守 跨越重重阻礙的淒美愛情故事 王佑碩飾演的是占星館少館主 宋依人飾演的是將軍服的小姐 這兩位主演的顏值也太絕了 值得是尤其誇一誇這部劇的造型和服裝 相當符合人設 大宋少年之二 王佑碩飾演的王寬與張新成飾演的男主 袁仲欣是兩種完全不同風格的人 王寬剛出場就讓人眼前一亮 言談舉止間就透著溫文爾雅 風度翩翩的旗幟 一看就出身名門 未來必定是國之棟梁 時隔兩年 第二季終於開機了 依舊是原來的六人組 幾個熱血少年以大宋的蒼生為己任 彼此團結用忠誠和熱血為國家而戰 為大宋帶來希望的光芒和未來 王佑碩依舊是演絕不說謊的王寬 清冷公子 心地善良 堅守自己的底線 雖然為崖內換人了 但是其他五位成員沒有變 用期待熱血少年們再次乘風破浪 熱血前行 能夠把王寬這個角色演得不油膩 不做作 還廣受觀眾喜歡 除了王佑碩 目前真的想不出還有誰能夠演得這麼好 王佑碩的身材很挺拔 但是我們的建議是 她的鼻形真的沒必要和身形一般挺拔 什麼意思呢 也就是說 曾經她的鼻形是剛好妥貼的 鼻頭微微朝下但不過分 山根也高的妥貼 未必包悟入雲 但一定是挺拔的 這樣整個人也會顯得更加精神一些 而後期 她的鼻形明前是朝著比較誇張的走勢去了 乍一看 高度和立體感都太過頭了 頗有一種她的顏值火厚太過了 當然 王佑碩的長相依舊是帥氣的 只是如果世界上少了舒適感 我們依然會被她的違和感困擾 當初 王佑碩的鼻形也很匹配她骨肉皆宜的容貌 她的唇形比較內收 鼻形稍微立體感強一些並不奇怪 反而很合適 更顯示出這個角色的英姿飾爽 與一點點公子昆仁如玉的感覺 而且她的儀態好 靜態和動態都出眾又有優勢 只需要靜靜地站著就可以很出圈 《月歌行》 《月歌行》改編自《暑客》的小說《奔月》 由張彬彬 徐璐領先主演 王佑碩 鄭和惠子等人主演 講述了少女柳梢 為與神秘人三日相伴的歡愉 換走了自己一生的命運 從那時起 她經歷了一場悲歡離合 為了保護蒼生兒愛人 她們歷經磨難 最終突破命運 改變結局 這部古裝劇的熱度很高 根據超火的言情小說改編而來 講的是柳梢與陸梨之間的虐戀愛情故事 既有悲歡離合的虐心 又有衝破宿命的決心 看點十足 引人期待 概劇由徐璐 張彬彬領先主演 王佑碩飾演男二號 何娜 白衣造型風度翩翩 簡直是讓人夢迴王寬 造型和人設絲毫不舒服男主角 期待早日播出 以上五部帶播古裝劇 每一部都有爆款項 大家最期待王佑碩的哪個新角色呢? 好啦 以上是本期的內容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歡迎點贊 訂閱 轉發